嗨,大家好,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走,去露台花园看一下 因为现在是这个下雨天 我就把百合搬到了这个领不到雨的地方 这样的话我就能欣赏更久它的美 如果是放在外面领雨的话 它的这个花是很容易开蟹的 开瓣,这样说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小木槿 小木槿开完一茶花之后 现在又运了很多花了哟 看这个小木槿 它是边开花边运累 所以它的花期才会很长 再去看一下这个大栗花 有话有说好久没有看了 想看一下 这个大栗花已经长得很高很高咯 大家看都快有我这个插下去做牵引的这个足棍这么高了 但是就是还没运累 可能还没到时间吧 再去看一下这个东北黄姑娘 它种下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昨天我发现它开花咯 这个黄姑娘同一批种下去的 但是大家看到没 有大有小 这些还这么小 但是这么小它竟然也开花了 看到了吗 这是一朵花 看到了吗 哇,这个大的也开花了 看样子要不了多久 我就有黄姑娘吃咯 再去看一下这个红长花 它开花已经很久了 现在牵起藤来咯 买回来到现在一直都在开花 看到没,还牵了两个藤咯 这个藤已经爬到了这个竹子南山上去了 还挺高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大游行 这盆大游行长了很多这个新枝条出来哦 是不是这样看的话 都快有一面花墙的这个效果了 但是它的新长出来的枝条有点乱 张牙舞爪的 现在稍微给它们捆绑一下 这样就绑好了 绑完之后是不是好多了